对手终于是迎来了结局时刻 国防开始全面收网 间谍拼了命的想要抓紧撤离 林玉下了最后通牒 一定要在领走前 除掉所有的知情下陷 哪怕是干了二十多年的礼堂夫妇 也要不惜代价彻底封口 而其中最惨的 无疑就是那些被利用的无辜人员了 就在丁美希回家的路上 一个杀手突然出现 拔刀就要将他刺死 好消息是 刀被老火挡了下来 可坏消息是 老火的爱情也结束了 老火死了 就这么在爱情中奉献了自己 与此同时 警方在另一边的大桥上 抓到了想要逃跑的李唐 只是有一点让警方想不明白 那就是李唐的口供 以及现场的环境都太诡异了 据李唐所说 他是被林玉约到了大桥上见面 但不只有他 还有另一位间谍阿良 三人齐聚到一起 都知道此刻是最后的见面了 林玉也没废话 当即就要阿良拿枪除掉李唐 可谁知就在此时 阿良竟然调转枪口 反而选择了和李唐合作 原来在见面之前 李唐就偷偷和阿良见了一面 他们都知道林玉的可怕 不论两人谁狗活下来 相信日后都还要继续遭受林玉威胁 所以想明白了这点后 两人默默达成协议 直接就要除掉林玉 当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 也确实看到了这一幕 林玉被打得面目全非 阿良选择了跳海跑路 或许是担心家人 就只有李唐留在了原地被抓 这么乍一听 李唐不仅是个无辜者 还顺手摆平了林玉这个威胁 可是 段队是怎么想也觉得不对劲 他们调查过阿良这个人 是个彻彻底底的商人 一切都以最终利益为主 更何况阿良掌管的公司 马上就要到了上市环节 完全可以靠着经济过的一事无忧 又何必在此刻动手杀人呢 反倒是李唐 一个本就在夹缝中生存的人 反而更像是那个开枪者 段队进行了二次审讯 可不论他怎么撬开李唐的嘴 李唐依然是死咬着什么都不说 不承认杀人 是因为有可能被判死刑 间谍和杀人犯之间的区别很大 你心里有感冲 知法懂法 你掂量得很清楚阿 李唐 证据 证据 要拿出证据 没有办法 两人开启了持久战 不过就在闲聊中 一句话差点没给李唐也死 诶 对了 像你上次 帮他们去街里春秋和姚兰 那汽油费啊 锅油费什么的 给报销吗 给报 八票三个人这 年底报 跟你们一样 不不不 不一样 我们是时报时销 当然了 你要是什么贴条罚款那单算 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 你呢 当间谍是真的累啊 一年下来分逼没有 整天还过得东躲西藏的 这到底图个啥呢 还没等李唐回过神来 警方这边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他们找到了一个证人 这证人在夜调的时候 将所有事情经过都录了下来 而里面 正是李唐的杀人证据 此刻 李唐是再也无法狡辩了 当即废话也没说 直接把所有线索 以及在下周这些年的事情 全部都交代了 案件就此告破 所有队员终于能痛痛快快放松一次了 可谁知就在吃饭时 段队突然有种预感 总觉得哪里出了问题 你说李唐一个这么聪明的人 最后就栽在了巧合的人证上吗 而就在此时 法医那边有了个惊人发现 虽然死者的身材样貌 甚至是连血型DNA都和灵狱一模一样 可是 灵狱是个左撇子 而尸体却是个右撇子 右手还有常年锻炼后的老姐 也就是说 尸体根本不是灵狱 而是被他们一直忽略的阿良 什么情况 死者不是灵狱 不是灵狱